美军在朝鲜的地图上画了个大茶 要求朝鲜向三八线位置推后50里地 也就是说 中朝双方苦苦坚守的领土 还没有打完 就要被美帝强行夺走 别说朝鲜了 就是我方也坚决不会同意 中朝两国紧隔着一条鸭绿江 一旦被美军侵占 就像被人用刀子遏制住了喉咙 侵犯意图简直不要太过明显 美方中将威胁说 以我们的海空战力优势 想要夺下三八线轻而易举 与其无故的流血牺牲 不如早点谈判割让出来 然而中将直到现在也没明白 真理不是靠委屈求全 而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既然谈判无法求和 那就打到求和为止 谈判就此破裂 我方派出了三营准备夺回阵地 誓死不能让美方再推进一点 营长让大家不要轻敌 这次面对的敌人 可是号称美军第一王牌的骑士